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雨 现在大家看到刘瑞东 都觉得她说话轻声细语 处处为别人着想 很温柔善良 但以前她可不是这样 她曾是家中的女霸王 先生是她的出气筒 是儿女的严厉虎妈 街坊邻居最常说的就是 人长得漂亮 但脾气很坏 这样的强势女 还没把别人搞成忧郁症 自己却先得了忧郁症 看似领着解不开的生活节 却因为一份报纸 一本书 让她整个人脱胎换骨 不仅脾气180度翻转 还无病一身亲 最重要的是活得踏实 迎来人生真正的幸福 让我们乘着时光机 一起走入刘瑞东的逆转人生 刘瑞东是出了名的霸气女王 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从小受宠 结婚后 先生公公都疼爱 公公从来不让她洗一只碗 一双筷子 还弄个连锁童装垫 让她经营 加上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 更得了家中掌权公公宠爱 因此更加娇重 脾气也大 做生意一不顺心 就会甩东西 还把先生当出气筒 一吵架就撕结婚照 撕到所有合照都没了 只剩一张自己的毒照 还曾经在冬天寒冷下雨的午夜 要先生特别开来回近三小时车程 北上买一家指定肉粽给他吃 否则无法入睡 在他人看来 整个一个无理取闹 对三个孩子的教育 也是虎妈作为 逼孩子学习 连蹲马桶都得背英文单词 考试差一分打一下 女儿小学低年级时 为教育他守时 约好放学接他 从下课中响起 只等十分钟 有一次中响后 老师把学生留下来说话 女儿当场大哭 告诉老师妈妈的脾气 全班吓到 也让他因此在女儿的班上 凶得出了名 连邻居他也没客气 而且讲话很直 有时很伤人 不给人家留言面 有一次邻居的车挡到他家门前 他扯开喉咙说 哪台车号挡到了 不快移开 后果自负 从街头喊到巷尾都听得见 喊得他先生都觉得不好意思 他也不以为意 所以街坊邻居间都说 那个邱家媳妇 人长得漂亮 但脾气很坏 这样一位强势 什么都得听他的人 却并不快乐 尤其婚后五六年 跟他感情亲密的母亲 得癌症走了 对他打击很大 从母亲去世起 他每天哭 整整哭了五年 搞得都忧郁了 觉得原来生命是这么脆弱 所以开始往佛教找寻 想知道人生到底为何而来 但学佛十年却还是一样 对人生茫茫然 也练了气功 但身体反而变差 就在此时 一位店里常客 身体比瑞东还差 过去来店里讲的都是 到哪个医生那看病 但相隔一年再看到他 令瑞东眼睛一亮 因为以前中气不足的他 却精神抖手 声音洪亮 见不如飞 疑问之下 得知是在修炼法轮功 这位常客给了瑞东 一份大纪元时报 第一份瑞东不以为意 随便一哥没看 等到他拿到第三份时 突然有一天 闲着没事瑞东就拿来看 这一次就看进去了 他看到修炼人交流修炼过程 包括身体改变的情形 其中一句话 找到回家的路 震撼到了瑞东 就迫不及待想要学练 每天就盼着这位客人再来 隔一两个月 这位客人再来 告诉他先看法轮功 主要著作《转法轮》 客人一走店门一关 他就彻夜拜读 一翻开书 看到法轮大法师傅法相 就忍不住止流泪 看到礼白言白的法理 其中有关在佛道中求道的一些运网路 根本是自己的写照 就这样边看边哭边笑 一天看完 这一看完 瑞东知道这就是他要的 随即到附近公园练功点学练功法 并在2002年3月29日 这天上入门的九天班 他看着大法师傅讲法录像的同时 就感到身体有法轮在转 更神奇的是德法修炼前 他因颈椎胸椎严重骨刺 压迫神经 身体右半边整个都是麻的 晚上都难入眠 成针灸两三个月也不见好 却在德法修炼三个月 手脚就不麻了 半年后骨刺更全消了 整个人无病一身亲 即便当时脖子长了 俗称蛇皮的带状泡枕 第三天就绕了半圈 他也只是认真学法练功 把自己融在法中 大概第四天伤口就缩水 一个星期结痂脱掉就好了 他先生看到也惊讶地说 你们大法真强 一个星期就好 更让先生赞叹的是 老婆根本变了一个人 过去瑞冬亦有压力急躁起来 旁边人都要遭殃 如今不止说话轻声细语 会考虑别人 在公公走后 瑞冬开始洗碗 有一次一直弄不好 有点急躁起来 先生随手交了一下 便说 你怎么那么笨啊 如果以他以前的个性 不能被人嫌 马上会翻脸 很生气 可是那一次他却说 老公对不起 我会改进 希望不要造成你的困扰 他说 那是因为他修炼后 从法中明白修炼人要向内找 来要求自己 检讨自己 认为大法弟子要做榜样 但开始也不是马上能转变 起初要发脾气前 他就想起大法师父讲的 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 他就背这句法 背一变好一点 不断背 直到急躁气恨心没了 心平气和为止 随着修炼路上 一次次的去掉自己执着 强势的脾气 周围的人都知大法好 各种人际关系也慢慢变好了 先生在外更是自然不着痕迹的 帮着讲真相红法 女儿还曾跟他说 妈妈 其实你以前这种个性 给我压力很大 自从你放手之后 我非常快乐 我们真的可以当朋友了 女儿现在不管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就想跟妈妈交流 锐东说 就连同学 曾在修炼前来找过他 但回去后却吓一跳告诉他 你那脸整变成深一脸 眼中近视前 以前天真可爱的你到哪去了 修炼后 同学在看到他时 静问 你做了什么吗 你的运气不同了 面向柔和 有修佛吗 连讲话都不一样了 旁人看锐东修炼前后 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脾气 有什么好东西 都会主动跟邻居分享 邻居看到他还会说 法轮功很好 要继续炼哦 这么好的功法 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却是被造谣抹黑 还有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迫害 甚至活摘器官 为让被中共蒙骗洗脑的中国人 知道法轮大法好 锐东也开始对中国大陆民众 讲述法轮功真相 一位过去听过真相的中国人 也知道中共的邪恶 在听锐东讲了真相后 被他的真心关怀的态度感动 而终于三退 还跟他说 二十几年来 卡在他喉咙里的那根刺 帮他拔掉了 锐东说 后来他发现 现在有些大陆老百姓 似乎就像脱离不了母亲的怀抱 他们觉得他的党 有一天还会变好 就是期待他变好 割舍不掉那个感情 他觉得他是中国人 以中国人为傲 他割舍不掉 认为今天邪党会这样 是一时的 他不清楚那就是邪的 他不知道那根本不是我们大中华的东西吗 不是我们传统的东西吗 他们不了解 所以他认为 最重要的要了解他们 要让他们认同 你是站在他的立场 帮他想 帮他考量 你是真正为他好 这个很重要 费东说他以前自以为是 有很多不是原则的原则 做事想方设法要达成自己要的目的 得法修炼后 做事不再强求 以前说话快 很准 不只德理不饶人 就算无理也不饶人 现在会思考再三 就是用真善忍来衡量 处处考虑别人 每天都感觉心很自由 就算事业上 家庭上有不如意 因为有法在 总能很快过去 欲观不是观 人生越来越绝平顺 修炼十几年 他最深的感触 就是觉得这大法实在太好了 但机不可失 缘分稍重就是 希望有缘接触法轮大法者 缘分来了就赶快抓紧 你的人生将会大不同 本文转载至明慧网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集成 明镜需要发挥好